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辰 哥 说得怎么样了 都差不多了 好 哥 我的票呢 明天一早的车 从南京转车去北平的 要是哥以往 我是不想你一个人跑这么远的城市 但现在容家和孟家闹得这么凶 你家在中间 难免回首牵连 等明天开春风头过去了 再回来也不迟 对 这次一个人出远门 一定要注意安全 听说北平下雪了 还挺冷的 我给你的皮衣带了吗 带了 你看这一箱鼓鼓的 放心吧 我以前自己在南京读书 不是也能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吗 时辰 你们 我们是一家人 只有家人才不会伤害你 背叛你 只有家人才会对你不离不弃 哥 谢谢你 一定注意安全 放心吧 时辰啊 你有一个朋友来找你 谁啊 时辰 宝丽 我 荣定坤 死了吗 没死程 人还在人际医院躺着 昏迷不醒 但是能呼吸 有心跳 要是荣定坤 就这么轻易地死了 我还觉得不解气呢 你还别说 那个荣家上 还真有两把刷子 这一声不吭的 就带人洗劫了 七爷手底下的 一个地下钱庄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 他没有把钱 放入荣家库房 而是全部捐给了 育婴堂和教会医院 我跟他的事 七爷和你说了吗 我大概知道一点 所以我才说 他真是不可小瞧吗 这年纪轻轻的 不过才二十岁 却有那么多心思 还又那么沉得住气 别说你我 就连七爷先前 也对他看走眼了 你知道吗 七爷这次损失 真的不小 他开完会回来 半个晚上 都在设计房里打靶 人有师祖 马有尸体 七爷是老奸俱华 但那个荣家上 是出生牛犊不怕虎 就这样打下去 恐怕也是两败俱伤 我跟荣家上 之前也算是朝夕相处 但是 你肯跟我走吗 去哪里 我们离开这儿 离开你家我家 我们离开上海 不 他跟我的期待不太一样 觉得自己是真傻 这一切 就跟做了一场梦一样 在梦里面 自己是女主角 无所不能 风光无限 可现在梦碎了 醒来一看 自己不过是个没用的穷酸丫头罢了 不过 我还是觉得你放弃得有点太糟 我不放弃 又能怎么样呢 我只是想做回自己罢了 我不过就是一个平凡无奇的女教师 那些借来的裙子和珠宝 迟早是要还回去的 说到珠宝 这是七月让我给你的 七月她 还说什么了 她好像还在生气 我不过稍微提了你一嘴 她就对我大发雷霆 吓死人 不过你放心 她这种怒火 就是雷声大于颠小 她不会再来许你麻烦的 我要谢谢七爷不善臣 你别这么说 七爷对你一直都是不同的 她其实很看好你 有心想要继续再陪你的 是我自己不识抬局 宝利 替我向七爷道谢 明天一大早的火车 我就不能向她辞行了 我跟七爷 在很多事情的观点上 实在没法抑制 但你帮我转达她 我还是很感谢 她当年帮了我一把 那你多保重 你也是 世辰 这一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份要按时迟 别凭天冷 一定要多穿衣服别冻着 知道了 哥 你不是要开会吗 再不走的话要迟到了 对了 你南京入住以后 给我来封电报 到天津也是 别忘了啊 知道 注意安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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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